有人扎车打人 而且被害车主 还被车上的乘客跟打人的凶嫌 一起逼下车带走 甚至车子都被打人的凶嫌给开走了 吓得他赶快报警 但是警方只回应说 被害人一直没有出面说明 没有被害人报案 他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处理 开车赶路上班 没想到一转个弯 却突然看到吓人的暴力事件 前方银色小轿车 突然倒车撞了上来 狂按喇叭也没用 对面黑色轿车 则是冲下一名蓝衣男子 手上已是拿着雨刷的铁条 对着银色轿车车窗 狂敲猛砸 接着小轿车右座 下来另一名男子 走向前方和另一人交谈 砸车男子则是打开车门 对着车内被害人 再猛K一顿 右座男子走回来后 并没有要帮车主的议师 反而和另一名打人的男子 一起把被害人逼下车 将人带走 后方民众吓傻了 赶紧报案 民众报案报到一半 这时打人的嫌犯 突然走回来 直接把被害人的车子开走 让整个事件更是疑点重重 首先看看打人的 和坐在右座的男子 两人穿着服装竟然一模一样 再来右座男子 明明和被害人同车 却没有阻止打人砸车的行为 和打人凶闲 似乎是同伙 再来被害人被打伤后 是同时被这两人逼下车 加害人和被害人 似乎早就认识 并非单纯的行车纠纷 而且被害人遭带走后 行凶打人的男子 竟然开走被害人的轿车 让这起案件 看起来更像是载务纠纷 或是路人勒俗 民众吓傻 除了报案 还将影片po上网 只是警方表示 被害人一直不愿出面说明 应该只是单纯的行车纠纷 但疑点实在太多 警方说法实在很难 让人相信 记者黄楚华 廖玉智 桃源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